我把梨子给你吃啊 不要这么小好酸 好酸呀 这家长买了梨子这一片全部都是 再过两三个月就有梨子出了 是 哈喽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天气挺好的羊毛明媚 我们就出来挖点那个车前草 回去晒干泡水喝 这里就有几棵我们先在这里挖 这几根车前草还比较嫩哦 这个纸都还没有长出来 像这样比较嫩的呀 可以炒菜呀什么的炒鸡蛋也是可以的 这个车前草呢 那种抽烟的难事啊 可以多吃一点 像常见抽烟的一些朋友啊就知道 就这个喉咙里老是有痰呀 就是腌不下去用这个车前草 泡水喝效果还是蛮好的 这几天太小了 再去找找看有没有大的 这一朵就长得很大了 已经接了纸了 继续挖 像有一些朋友啊 如果说就是小便比较黄的话啊 就要吃这个车前草 还是挺好的效果 这边还有一颗大的 这颗够好吧 哈哈哈哈 看着真喜呢 这一朵长得也很不错哟 很肥大 今天多挖一点回去啊 晒干了泡茶 波哥你这个老烟枪药 多喝一点哦 你吃了我就喝呗 这个车前草啊 它的根筋也是比较长的 根很长抓地抓得很稳很实 所以这样就趴在地上 有点像那种趴趴菜 我们这边啊就是像这种特别的多 到处都是屋前屋后都是 我到园子里来挖是因为啊 这边的会比较干净一点 那种小的我就不挖了 让它慢慢长 我就挖这种已经长得很大的这种 大朵的 哎呀挖了这么几颗 篮子就装不下了 太大一颗了 早知道带一个大一点的篮子来啊 之前我看的还挺小的 没想到几天公布长这么大了 先回去吧 今天就先到这了 拜拜啦